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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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美六月区 早春感觉还像冬天 但四月里 马朗头出来了 早春的马朗头又嫩又新鲜 前些年用种子种过 前年用根种过 现在年年早春出来 四月五月马朗头丰收 是一年里最早吃上的野味 马朗头拌香肝 是姜浙的名菜 马朗头糯米线混沌 马朗头还可以和其他的菜 炒在一起 四五月的早春 普古云出来了 刚出来的还没开花的普古云很嫩 可以采一些来吃 普古云很苦 需要在水里串一下 少量的和其他的菜炒在一起 放一些糖 做馅 包馄饨 晒油面筋都很好吃 这是奇菜种子 去年秋末撒了奇菜种子 在野外的早就出来了 我家四月才出来 五月可以收获了 太密了长得小 但全部收割后 也收了月八次 奇菜连根拔起 根的奇菜味很浓 根嫩的部分可以和叶子一起切碎 烧豆腐 味太鲜了 奇菜糯米混沌 鲜美都不得了 普古云和奇菜在小的时候可能分不清 看叶子磁的方向就可以了 普古云的叶子是三角形的 奇菜的是软形的 长大了很好论 普古云可以长得很大 开黄花 奇菜开小白花 三角形里的多士种子 这是韭菜种子 我用种子种过 也用根一再过 现在多长得很粗了 韭菜种了很多年了 年年出来 从早春吃到秋天 韭菜炒豆干 韭菜酱 韭菜饼等 菊花脑五月冒芽了 菊花脑多年生 也是年年出来 嫩叶栽一些来 烧一道菊花脑蛋花汤 这是南京冷醉啊 味道很清香 这些艾草从野外拔来 种家里的 年年出来 五月可以采嫩叶做青团吃了 五月有几天高温 八十到九十度 这只小鸟不知道是不是中暑了 后来发现我在拍 它飞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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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